主料,绿辣椒100克,鸡胸肉300克,主料,酱油,料酒,白糖,生粉,盐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红绿椒切换,将鸡胸肉切成条状,并且加入酱油,白糖,生粉腌制10分钟,锅内放油,稍热放入腌好的鸡柳翻炒,翻炒后出锅装盘备用,接下锅内放油,由约放入双椒翻炒, 等菜快好了,再倒入炒好的鸡柳,这样鸡柳就会很嫩,然后迅速翻炒几秒即可出锅,烹饪技巧,综合一下几点蜜椒,鲜嫩口感的鸡胸肉,就轻松打造出来,蜜椒一,如果做爆炒的话,可以事先加点生粉也叫鸡粉,超市里有满的,把鸡肉切丝,或切薄片,用手抓捏抓捏,弄出鱼了就可以,用淀粉的布地, 是为了在炒制鸡肉的时候,不让鸡肉中的水分吸出,淀粉起到隔着水分从鸡肉中吸出的作用,这样,鸡肉保留一定水分才显得口感更细腻,爽滑,蜜招二,凶状的烟瓣和货油非常重要,我做的鸡柳切成条状后, 用酱油,淀粉,白糖,柠檬水用新鲜橙汁再切也可以,煎至十分钟,这个过程还要给鸡肉揉腌一下,肉质会更松软,适合宝贝吃,一定要热锅快速拌炒鸡柳,炒的过程再将橙汁起入,鸡柳的口感层次相当丰富,蜜招三,另外炒的时间要掌握好, 刚说就要上碟,否则炒的时间太长了,也会不滑哦,一朝四,在鸡胸肉中是要加入鸿黄石胶,可有效补充人体为制作需的维生素C,同时促进鸡肉中铁质的吸收,最喜欢的甜香口感,搭配鸡胸肉会让味觉更清爽,正好家里剩下没人吃的菠菜根,拿来一同炒,菠菜根的营养比叶子更丰富, 放在此道VC菜里,让鸡卷更加烦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